大家好 这段时间由于气温重价 很多地方气温就开始变得特别低 所以我们养护五蝶兰 一定要注意给它做保温 但是我们给它做保温之前 有一个动作必须要做的 有两个动作千万不能做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防虫汗 因为给它做保温之后 它盆内的温度会比外面要高 所以很多小害虫都会潜伏在土壤中 所以我们给它搬入到室内 或者是给它做保温之前 先给它使用一点这种比中鳞杀虫药 同时又可以杀死之前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又可以预防一些新的害虫 跑到根部来 直接给它撒上一小勺就可以了 那么不能做的就是给它喷水 因为我们一给它喷水之后 马上给它做保温的话 它里面的水气会比较重 第二个不能做的就是给它浇水 因为我们给它浇水之后 给它做保温 那么它里面的水气就会比较多 产生高温高湿 也是很容易造成闷根浪根的 第二个不能做的就是给它施肥 虽然说我们给它做了保温 但是它的生长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这个时候给它施肥的话 也是非常容易引起肥害 所以大家给蝴蝶兰做保温之前 一定要注意这三点 不然的话 当这个蝴蝶兰保温工作做完了 估计这个蝴蝶兰也要全部挂完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